大家好我是威哥,欢迎来到怪兽奇谈的第56期节目 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超过738,我会立即开启下只怪兽的更新工作,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,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,是来自电影《环太平洋》中的外星怪兽,白蛇的故事 在上一集中,由于安德维瑟星球的外星殖民者们,在海底建立的空间虫洞,被人类的机甲猎人所炸毁 于是这些外星人只能停止了对地球的入侵,并蛇伏了起来 后来纽顿博士由于多次进行怪兽的神经元连接,结果逐渐被这些外星人所控制,并最终成为了这些外星人在地球上的傀儡 而纽顿博士正是利用外星怪兽的刺激大脑,对人类的无人机甲进行了操控 并让无人机甲作为媒介,在地球上的多个地方,打开了连接着外星人星球的空间虫洞 使得这些怪兽又再次来到了地球 幸好科学家们及时发现,并关闭了所有无人机甲的程序 不过还是有三只怪兽,成功穿越了虫洞 而白蛇就是其中之一 白蛇是一只四级怪兽,其高度为52.49米,体重1867吨 虽然白蛇的机动力只有5,攻击力为8 可是它的防御力却有10级,其防御已经达到了5级怪兽的水平 它的外形就像一只甲龙,不过在它身体两侧各有三条腿 其全身被厚重的鳞片所覆盖 此外白蛇虽然行动迟缓,不过它却可以像岩鼠一样地打动 在战斗过程中会突然钻入地下,然后在地下对目标发起突然袭击 在电影里,白蛇在与其他两只怪兽入侵东京的战斗中 先后与六代机甲的军刀雅典娜和英勇保护者 以及五代机甲凤凰尤其是进行战斗 不过由于它的怪兽等级和人类的机甲猎人相差悬殊 所以全程都被人类最新研发的第六代机甲猎人按在地上摩擦 当然,另外两只怪兽的处境也没有好到哪去 所以最终迫使这三只怪兽不得不合体,成为了一只超级怪兽 这才逆转了局势,将人类的机甲猎人逐个消灭 最终四台机甲,仅剩下复仇流浪者号这一台机甲,还在苦苦支撑 再次例行,您再次例行,您之后 再次例行,您会看,您睹到哪个状元